拉尔夫再出起招,连续牛不牛逼发动电焊,阁下该如何破解? 大家好,是队,本场比赛来自于演员157和梅河扣老张,两个半个大神 现在演员157用玛丽手发,你看老张的莉安娜,这也是两位老演员了 开场玛丽用圣龙甲折截对苦 暴走莉安娜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能,就是在大月里 开场还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施展,就是玛丽给连上了 哦,玛丽落地给了一个玫瑰甲,老张动都不动 你看老张下一个人了,老张怎么回事 他的bug去哪里了 最重要的是老张有一个大蛇手底,后面东张来了 好,东张,哇,东张两波飞踢,再来一次 其实这样连的话,行不成一个无线连 你搁这打98C呢,这个连法 现在玛丽开始无线连了,板边爆气无线连,打点很高 那就这样,把东张很快的就玩死了 后面看老张下一个大蛇 今天,因为药丽好像没有眼的意思啊 没有玩bug的意思,就是一套连死 接着看老张的大蛇 大蛇通电炮,连续的使用通电炮,远距离近距离 帽子双方都比较想很快的结束战斗吧 现在玛丽闪到后面,大蛇踢一脚 大蛇反应更快一些 其实谁抓到第一次机会,谁就赢了 没有办法,这个版本就是这样 后面看,野元157的板次梁 看板次梁是个什么样子啊 板次梁,拉一下后 飞翔脚飞不到,飞翔脚还是飞不到 飞翔脚继续飞不到 大蛇就是神隐世间 双方就这样玩起来了,这大蛇要干嘛 其实啊,东方都是非常了解啊 都知道要干嘛 就是为了一个节目效果,这样拼的嘛 板次梁终于用飞翔脚怼到了大蛇 都好执着的样子啊 闪来闪去 机会来了 踢一脚通电炮,阳光普照晒 再来一次阳光普照 看把板次梁给急的啊 一直飞翔脚飞不到,还就一直飞翔脚啊 点157剩一个雅典娜了 这个雅典娜老张需要注意一下吧 这可是演员药武器的哪首绝活呀 演员药武器先爆个气 爆气之后是用超杀闪光水晶波 定的时间比较长 大蛇也爆气了呀 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雅典娜要不要进行一个隐身 看这在何时隐身啊 我们看一看 闪现隐身了 可是最后被大蛇踢了一脚 这就非常尴尬啊 踢这一脚是决定胜负的一脚 其实刚才演员药武器如果隐身失败还好啊 这一隐身成功那可就尴尬了啊 刚好啊 老张的血量比演员药武器多了啊 那一点点啊 那现在就等待时间的结束吧 时间到了 老张自然就赢了 也不用动了 现在大蛇啊 等待时间到 其实大蛇这个角色啊 虽然玩法单一 但是他伤害很高 连到以后 两次阳光普照将其秒杀 现在零秒了 零秒最后放了一个掏心 这一招有磁铁效果 地球引力效果 直接把对手吸过来 好 现在老张拿到一分 这是演员药武器的一个重大 失策啊 应该是 最后没想到老张很快的踢上了一脚 你看演员药武器的 克拉克 这一手发 克拉克连续击枪拳 板边使用脱臼疗法 那莉安娜就一直使用下脚 破死这招 演员药武器还是不服 就一直出击枪拳 这怼到最后还是死啊 哇 这是 心字好值啊 演员药武器 好 看演员药武器下一个人 一直踢下天脚 还累得不清 这个莉安娜 我们来看演员药武器的拉尔夫 好 大招打空 拉尔夫宇宙幻影 再来一次宇宙幻影 一下c宇宙幻影 板边连续宇宙幻影 这是追爽的一招了吧 没有连好 不是啊 哇 还可以用电焊 牛不牛逼 这么牛逼 电焊中间断了 旋转火花也被抓了 老张有点绝望了 老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再来一次宇宙幻影快速取消下c 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硬直 老张明显想进行缺反 可是也来不及 我们来看第三个回合 老张的东张 老张的东张 先跟个旋风 先 这演员药武器 拉尔夫还一直挑衅 啊 双输双飞了 这把 来个拉尔夫不好摔 老张选量一点点 还想再使用大招牛不牛逼 进行打一个电焊 老张是被折磨的不轻 哇 最后一发宇宙幻影送走了 能把拉尔夫完成阵仰也是绝了 在吐射中 我们来看第四个回合 老张的大蛇 大蛇先防住一手 迅速拉后 宇宙幻影 咦 再闪一下 好犀利的大蛇 就这样一直闪去来闪去 再闪 能不能用通天宝破解这招宇宙幻影 我想就很难 因为宇宙幻影太快了 需要你 得有一个精准预判才行 拉尔夫梯 一直闪伸就气一气你 但是拉尔夫又一直使用这招拉尔夫梯 大蛇也不破解他 其实也不好破解他 因为这招式都没有什么硬直 连续的闪伸就是很好的破解方法了 就等到时间到 现在剩十秒时间 这又被怼到了 被怼到可就不好了 哇 一拳把大蛇废了 你看 比方来到一比一啊 大蛇最后也是挺惨的 这一拳掉血太多了 好 看第三局 第三局 八神首开八之旅 又开电焊了 炎尔夫梯电焊也犯了 可是现在双方血量都是一样多 电焊的意义不大 我想炎尔夫梯会在最后的时间逃对手一招 看他怎么打吧 最后这招 如果看到最后 然后同归一锦 你看这样就开始了 可是被老张给察觉了 被察觉以后呢 你看炎尔夫梯就吃亏了 还中了一个乘马鸡爆拳 打完顶一下 要武器血量一点点 八之女 两个大招碰到一起 这次老张到此过瘾了 没碰过八之女 八之女后视法 抢了血缝 中刺龟花 三秒时间解决掉他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剩两秒的时间 被炎尔夫梯给秒了 我们看老张的大蛇克里斯 八神先抓一手 再抓一手 挑随中心 已经将其料打 接八之女 哇 一套机遇 接着老张也是没办法反击 这克里斯把八神 真的不好提手 现在老张剩一个玛丽 今天双锋都不打八个了 给炎尔夫梯就打了一次 隐身八个还被破了 好 玛丽抓住机会失误 大招 这个大招对的 没想到炎尔夫梯 其实还发了个火 火圈 发了个波 欢迎看炎尔夫梯的克拉克 第四个会合 克拉克 影跳 玛丽 逼崩 下青角 中了 又是这招鬼畜机枪拳 脱旧疗法 那现在老张基本是完了呀 一套死 他这有二比一 犀利的结束了这场比赛 那视频 下尔夫梯 再找我 设备